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的屏幕就是女人 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马虎宝节目 因为经常情况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就本来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 但是因为三八节呢 他们这个节目说 那个节目说 我看了看我就有一点兴趣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三八节附近 我就看到你们那个台湾 我就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东西啊 他们这个家族是不是有遗传 就马英九他们家的女人啊 是不是有找帅哥的这个屁 你看他老婆周美青 就欣赏帅哥的那个基因有保留下 对啊 周美青找一个老派的这种乳男 然后呢 你看他女儿找的 咱们再欣赏一下 帅吗 好 你欣赏一下 我们来评断一下 以我们老派人士的眼光 不算帅哥 像个小偷 但是呢 你们两个是羡慕嫉妒吧 不是 真的 这个有个审美观的差异 像上岁数的人啊 不可能认为周杰伦啊 包括那个原来那个韩寒啊 你说那实际老派人士看 那个样子叫贫寒 那你们觉得帅是什么 帅啊 好像你不要老派人物看 就当年台湾那个老派的那种明星 秦汉 秦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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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大陆有一个叫什么 王新刚啊 会什么 你看老人家啊 他会觉得长得比较 吴奇龙 吴奇龙就算 没有 我觉得我不晓得算不算老派 我是超老派 是帅跟俊连在一起的 英俊 像马英九 这是俊 像现在你说马英九 女儿的老公 就是女婿 因为婿我不太会读 女婿 她女儿的丈夫 就是那个是酷 很酷 酷 坦白讲他那种酷 第一个是造型嘛 海豹弄出来嘛 文涛坦白讲 给你打那个灯光 涂那个油啊 拍出来 除了肚皮啊 一块一块 都一样 主要是 福谷沟这方面 我告诉你啊 假如女人喜欢男人的夫妻啊 那是最最风险最大的投资 因为那个部分啊 很难很难保养 人家不是喜欢她的这个 人鱼线 人家是哈佛毕业 对对对 那一定有 这个对我来说是加五百万分 那德意志银行工作呢 对 人家现在不是 他现在过去在德意志银行工作 对不对 就做金融业 那我只能说有一季之长 又加一分吗 有 哈佛对我来说比较新 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新闻一出来 因为我住香港嘛 那我台湾以前的同业同学 朋友啊 就说朱又廷 赶快 如果你在中环看到这个人 请你赶快用iPhone拍下来 给我发独家 因为他在香港 然后我就说 我今天一整天心情不好 又想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在香港 我竟然没有发现 然后被人家抢走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宝是在哈佛被发现的 我说 那这样我读不到 就没有那么遗憾 就读不到哈佛 所以你看人家办婚礼 有情今天穿出来了 真的 帮大家庆祝一下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看 看看这帅哥啊 说是做过牛仔裤广告的 你看这个福谷沟 你看那个福谷沟 我也有啊 你给你看看 对对 你是别的部位吧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现在的模特啊 他不是说那种漂亮 就是但是他能收拾出一个样子来 你像这个 你看 你再看下一张 哎 这还 其实他要不收拾啊 我跟你说 也就是一建筑工地的民工 你这么说 真的 我这么说三里屯贩毒的一样 没没没 你看 这一收拾 一收拾 我跟你讲 又听 这个人的打扮 现在真是一个非常虚伪的朝代了 就是说 现在人的相貌啊 都不是真的 就是说 是扮出来的 拍出来的 因为你仔细想想啊 像周杰伦这样的一些 就比如现在女孩子认为帅的一些人 如果让他脱了衣服 不是脱衣服 把他放到建筑工地那个民工里边 差不多的 也是犀利哥的一种 对对 他不是好看啊 他就是 除了说 我们说透过打扮灯光以外 还有什么 这种明星型的名人啊 他以前的表演 他演什么角色 那种味道 已经贯注在他形象里面 我们看一个人 其实在消费他过去的形象 我们看刘德华 坦白讲五十岁 五十多岁 刘德华 连民工都比不上 假如说 你去比 可是你看到刘德华 你是看到他以前过去三十年 演种种的杨过 什么什么 种种形象在里面 是这样感觉 让你感觉美好 而且我觉得 这个驸马也很 也蛮 应该蛮委屈的吧 第一是因为他这个 摩特尔第一业余 他也从来没有 把他动作很正直 人家是哈佛毕业 对不对 资讯科学系 不需要真的是说 拿摩特尔当一生的职业 而且就两年 只是说你们现在 这个媒体报道 摩特尔正好有照片 有那个影像 很适合做新闻报道 因为你不可能去拍 德意志银行 那个大楼上上下下拍 然后来介绍 驸马爷的新闻 所以他正好 有这些动画影片 所以现在这个 台湾媒体都写说 男模驸马爷 或说什么男模女婿 人家明明就不是 人家现在就是 金融业的 就是一个上班族 那不会委屈啊 委屈哪里呢 因为你永远把他放在 他过去那个位置嘛 人家现在已经 不一样的身份了 所以你用模特尔去看 那当然你就永远 关注在他的 188公分的身高 然后呢 他长得什么样子 对 人家是模特尔 188公分 今天连来台湾国防部长 那个人鱼线 他们叫人鱼线 就是你胸肌这边 人鱼线 那鱼在哪呢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尾巴 就是那个美人鱼的尾巴 像是鱼的那个尾巴 他有这个线 我也有 还是有 对 台湾所有的部长 今天那个立法委员 直询就问说 你知道这个是要做什么 我想说这关台湾 这些部长什么事 然后 对 你看马英勇 女婿都可以到立法院 被直询 那他真的委屈在哪里 说到立法院 台湾的立法院就直询 说他逃兵 对 因为他拿了台湾的护照 然后没有服兵役 就质问他这个 就扯出很多有的没的 我觉得真的委屈在那边 因为可是他又有美国护照 他其实不用服兵役 有一些技术方法 就像我一样 我拿台湾护照 我也没服兵役 每一次去盖一个章就行了 一直盖到40岁 我还记得那一天 对我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天 我永远记得 我不知道到了40岁 36岁不用盖 那我还是一样 去了台湾 要出镜以前跑去 他们出入镜管理局 排了半天盖 给他盖 那个女的一看 好大声要讲 你不用了 你很老了 年龄到 后面全部要笑我的 全部是年轻人 你说好 小心点 从此我就不用盖了 台湾现在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你看我们作为大陆人 也就可以理解 就是互相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们会猜想什么 你看台湾现在质询的是说呀 你们两口子怎么能住在香港 说会当成中共的肉票 说中共会绑架 中共就看起来了 台湾一旦有什么异动 是吧 不敢不统一 是吧 你帅哥就给绑了 是吧 我觉得这真有意思 台湾开始担心这个问题 没有真的担心 你也被骗了 立委不知道问什么 那我身为民进党立委 我怎么能祝福你吧 我不能只是恭喜啊 所以我得找点话题 我也想问其他事 可能我也想问什么 钓鱼岛核电的事情 但现在不是热头 那我去问钓鱼岛 就问核电 今天版面就没我 你 你当然是想我问驸马爷啊 那我身为民进党 我只能说好吧 那就是什么都是 我们现在 在台湾不是有句话吗 什么都是中共啊 不要不再 都是阿刑 都是中共啊 什么都是中共害的 就这样讲 所以他就什么都中共了 就这样 主持人说不行 我们国安怎么派人过去 所以要到时候做 对 要给什么中共当肉票了 对对对 我们没有真的担心 你也不用担心 你又听这句话 那我想起好久以前的香港 回归后几年的 那时候香港有句话说 什么都是董建华 我那个老婆的便利拉不出 都是董建华 管制不好 那董建华呢 好好先生 对对对 香港好 祖国好 祖国好 香港好 鱼鹿嘛 但不但还是讲三八妇女节 我是从这个人鱼县的 我想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就是女人究竟要什么 你看那天他们讲了 就是这个谁啊 这个这个周慧妹 不是周慧妹 那个谁 谁啊 李安的老婆叫什么名 什么慧嘉 是吧 李安的老婆 说说也拿出一个当年的照片 说看出来了 也知道周慧嘉 为什么肯这样为李安 李安小时候也是帅哥呀 感觉也是有人一线 有这个复古沟的 是 那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你喜欢你就觉得都是帅的咯 我现在看李安以前照片 我觉得也还好啊 可是他就觉得帅咯 是吧 我觉得现在的李安更帅嘛 那种味道 那种成熟 那种智慧 那种温柔 你知道吗 他绝对 那他老婆呢 那老婆 比以前呢 他老婆又跟周美金比 那这就漂亮 这是大美女 所以英语里有一个笑话 就说是男人这个越老越好看嘛 但是女人呢 就是说 比如说说这个男人老了 长得像那个Sean Connery Chin Connery 对 说女人老了呢 长得也像Sean Connery 翔翔赛人形广告 之后见 妇女主持人 角度正确才能结合组装 结构稳固才能向上发展 无限创意丰富想象 为人类留下恒久传承的梦想建筑 祝梦天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排 一种力量 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 加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味精 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 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苏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苏之仙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 就说妇女节 也有一些才女 发给我一些 网上流行的文章 她们好像想让我开悟 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可以说说 这个女人想的 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 有一个国王 什么亚瑟被俘 人家就是说 对方的国王就说 你要想活命 答出我一个问题 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呢 有人就告诉这个亚瑟 说住这个老女屋 老女屋啊 无所不知 然后他就找老女屋 帮他忙 说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这老女屋说 我有一条件就帮你 就是你啊 那个圆桌武士嘛 最帅的 最一个武士 叫叫凯文 就家文 说让他嫁给我 让他娶我 我就告诉你 这个国王一看 肯定不愿意了 是自己的兄弟 怎么能这样 结果呢 兄弟愿意 家文说行 为了救你 我就跟他结婚 然后呢 女屋就把答案说了 说女人想要什么呢 女人想要的 就是主宰自己的命运 好 然后说了之后 哎呀 答得很好 国王活命 他就跟家文举行婚礼 举行婚礼呢 然后呢 这个婚礼上 女屋呢 很恶心呢 抓东西吃大阁 说脏话 所有的人都很恶心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都入洞房了 所有人都劝他别进 但是家文还是说不行 那答应了 就进嘛 进洞房 然后呢 哎 一看婚床上 一个从没见过面的美女 太美了 在床上 嗯 原来就是这个女屋 后来这个女屋呢 就跟他说 就说我呀 这个可以变成最好看的 一天的啊 有一半可以变成美女 一半呢 是这个丑陋的女屋 你想我白天是美女呢 还是夜晚是美女呢 还是怎么样 哎 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 要叫你 你你你怎么回答 就摊上这么一个 我当然要白天啊 因为我觉得白天 你晚上就睡了 对 白天比较好享受 我都喜欢在白天的 也可以 也可以白天睡嘛 对 白天比较好 你看有人是这么回答 但是你看家温这个境界 是不一样的 家温说 既然你这个女屋告诉了我呀 女人最想要的是 主宰自己的命运 所以你自己决定 那么我就自己决定吧 其实我觉得家温 这个女人 真是不理解男人的心理 她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这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自个决定吧 哎 没想到 这个女屋热泪盈眶 说你让我自己决定 我选择 白天夜晚 都是美丽的女人 因为你这样的尊重我 你让我自己做决定 哎 这个愚蠢的故事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愚蠢 为什么 我就说 我没有直接回复 这个才女 我跟你说 我就说 你现在想回答她一下 对 我说这种读者文摘式的 这种这种 女学生的这个这个调点 哎呀 我要我要回应你吧 就伤了你的自尊心 你知道吗 我就是 我要说假话呢 就伤了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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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 对 就是 她就暗示问你嘛 你想她白天来 晚上来 你说 你自己决定 早晚都来 你自己决定啊 其实这个故事是我传给她 没有 流传了一圈就 我告诉你啊 那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 我的角度是说 我的角度是说女人贪心啊 我告诉你 女人比男人贪心 对 贪心在哪里 当然我说女人 我看到的是 哇 马上你生气 来你来讲 因为我看到的是 就是男生只是失语一点 小会女人就是开心了 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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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啊 那个 嘉文只是说一句说 你自己决定 好像把权力给你 结果 你完成了她的最大心愿 你把自己都不要了 本来都不要 全部都变成她要的样子了 这是什么 女人容易感动 很容易感动 很好骗啊 你知道 换个方式 这个决定 可是这个决定 还是女人自己的决定 我受贪心 因为女人是一个 很抽象 很笼统的大类别 有分 坦白讲 草根的女人是惨的 她同时我们说 同时受着 资本主义 还有父权的压迫 对不对 资本主义工作 比男人赚的低 还被男人欺负 OK 可是到专业的 中产以上的女人 就可以谈心了 尽可攻 退可守 因为通常这种女人 她赚十万块一个月 她一定不会嫁给一个五万块的 一定赚 嫁给一个赚二十万的 女人是不能下嫁的 女人说下嫁 我下嫁给你 没有 她不能下嫁 一定往上 都是高盘 对 那之后呢 她就完全 尽可攻 退可守 她进来 我跟你男女平等 你能当总经理 我也能当 你不能欺压我 可是呢 她突然说 我不要干了 我回家 当妈妈 当祖父 照顾家里 什么谁做 你男人就要支持她 不会说她笨句话 你怎么 男人就想了 永远要当主持 当一辈子 不能回家 是真的 她这个阶级分析 是很对的 我同情妇女 但那是广大的 这个草根阶层 劳动妇女 你知道吗 其实像你们这样的 一些女人 就是说 就是到了一定社会 阶层的这个女人 就剩下讨厌 没有 各别的 我就说 过去我们见到女人 从来都是夸 对吧 都是夸 但是在这个三八截之后 也不妨说一说 我觉得女人当中 也不都是好的 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 女性 比如财女 是吧 有一小部分 这个财女 实际是够让讨厌 有多讨厌 有多讨厌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好比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跟她的看法差不多 我觉得 自私的人 才会把这个故事 推销给别人 好让别人 去听她的主宰 你明白吗 因为人性 都是自私的 或者说 什么主宰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读者文摘式的 这种调调 她 不是个女人的问题 男人能主宰自己命运吗 主宰自己命运 这女人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是上帝的责任 我们都是跟着命运走的人 你以为男人是什么 是吗 我好像好认真 你吻到脚 那我觉得 因为我有时候 也会遭遇千年女巫 真的 她好委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的 真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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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出來的時候大概大部分過去我們也都是說在講外貌 就是說你得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那我覺得到了現在你不只是外貌 包括你的心裡面 我媽媽是個標準的家庭主婦 但是你知道我們家的書 我爸一本書都不看 因為他每天都要在外面工作 應付應酬什麼 但是我媽在家裡面是拼命的看書 各式各樣的書 他說讀者文在台海看啊 就是時尚雜貨在台海看 任何書我們家那個書櫃全是我媽的書耶 然後我就說媽你為什麼一直看書 就是 他說這不是他從小的興趣 從小我媽媽也是個職業婦女 他是護士 然後在醫院工作是要輪班的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培養這個讀書的習慣 他自從嫁給我爸以後他就說 可是你爸爸在外面 就是我 而且我媽那個時候沒有網路的啊 不是像現在說在家裡點擊滑鼠 全世界的資訊都在你面前 他就開始只能一直看書 然後我爸回來他跟他講就是 不是說家裡面 朱又婷今天有沒有考一百分 除了這些以外 他要跟我爸講說 我今天看了一本書 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 沒有愁女人只有藍女人 那你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 他會要找話題 所以 蠻煩的 你爸一回來就開課是嗎 對 蠻煩的 不是 這是變成一種談話吧 你媽媽不理解你爸爸的哭 後來就想安靜了 聽起來你媽比較適合我 請她來跟我談一下 文藝的 對 我一直說這是一種 進步 你媽這樣的還是真的是愛知識 但是有些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 西安樓冠文明啟示錄 那也不錯